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在国内的视频平台里边 腾讯和抖音这两方一直是竞争非常激烈 现在出现变化 抖音和腾讯开始合作了 所以视频这个大战可能开始要告一段落了 这次合作是所谓的长短视频的二创合作 就是简单说,就是这些大厂交换资源 因为这些大厂都有很多的版权储备 那就在4月7号 抖音官方宣布在近期和腾讯视频达成合作 内容主要是长短视频的联动推广 短视频的二次创作 简单说就是抖音创作者 可以用腾讯视频版权的电视剧电影进行二创了 剪刀 至此抖音已经和主流长视频平台的三家 像搜狐、爱奇艺、腾讯建立了合作 现在还有优酷 如果后续优酷也进到里边 那就成了抖音基本上和主流的长视频平台 就全部形成合作了 这次合作一发布 市场上立马就炸锅了 因为最近字节这些年发展非常快 收入已经和腾讯接近 而且增长速度就远超腾讯 张一鸣在我们最近看到的2023年 财务排行榜上也排到了很前 目前在视频电商的相关业务不断的重合 让腾讯和字节出现了直接的精神关系 因为版权问题还打过几次官司 那么现在网友一听说腾讯和抖音要开始合作 觉得将来是不是支付宝和微信都可能相互转账了 你看他们俩都合到一块了 那这两家合作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一个市场竞争 市场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结果 主要就是二次创作进行 围绕二次创作进行 现在很多的短视频都是在长视频基础上 像片段啊盘点啊影视评论啊解说呀魂简啊 这些二创 它是抖快里边抖音快手 这类短视频流量的一个很大来源 而这类的这个所谓的影视解说影视创作呢 也就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 在海外市场很少 因为有严格的版权限制 中国呢就要开放一些 像很多的大号抖音上有什么独视电影了 两年就涨粉六千万啊 获得过13.3亿的点赞 这在海外的这个视频平台上都不可想象的 但是呢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的增长啊 这类视频呢就实际上 它一直是在触及在一定程度上 侵犯了版权方的利益 那么但是呢 你要对这个短视频账号进行打击 也是个很麻烦的事 腾讯视频啊腾讯像抖音呢 提出过8亿元左右的索赔金额 那长视频呢也确实有这样的焦虑啊 根据这个Quest的Mobile发布的 2022年中国异动互联网报告显示啊 抖音快手两大短视频 它的这个月活啊分别是7.25和5.13亿 远超同期的这个长视频平台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3年的数据啊 2022年短视频领域市场规模的综合视频啊 它是这个综合视频市场就长视频的这个加起来的两倍啊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呢 是168分钟 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应用 所以呢 如果不和短视频比而单单从内看的话呢 也同样值得担忧 这些年来啊 这个长视频平台的内容呢 成本是居高不下 就你购买版权要花海量的钱 你不停的就是说 比如说综艺类的节目 如果一个火爆综艺类节目 第一年你便宜买了 第二年他就要给你涨价 第三年涨的更多啊 到第四年那就买不起了 是吧 尽管投入这大量的成本呢 会员数已经到顶了 就出现了很多大家知道的啊 爱奇艺呢 不让你手机往电视上投等等等等 就是碰到天花板了 就长视频平台发展到现在 已经碰到了他的天花板啊 你的盈利碰到天花板 所以这次呢 从爱奇艺啊 从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啊 从2022年狂飙到2023年 那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2023年的一季度啊 爱奇艺的自制电视剧 狂飙的每集啊 这个他的7天和30天的 有效播放数据呢 均是断层第一 而且爱奇艺呢 几乎霸榜千十名 在集军V7邦单中啊 腾讯自制的剧只有三体上榜啊 有效播放权 只是狂飙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 腾讯现在呢 也是比较焦虑的 所以在这个降本增效的 这个旋律的 这个亚这种旋律的 这个主旋律的 这个要求下 爱奇艺和抖音 在去年开始破冰啊 那么实际上呢 抖音呢 在去年三月啊 就和搜狐合作呢 发展这个二创的 这种授权啊 接着在今年七月份呢 又和爱奇艺打成授权 那么这个情况一发生 腾讯也坐不住了 你是打官司打下去 还是握手言和是吧 所以呢 腾讯的态度大变 目前来说呢 从这个竞争格局来看啊 短视频对长视频的 这个时长的冲击 最严重的时候呢 已经过去了 腾讯爱奇艺这个月活啊 这个包括人均单日 使用时长的区域稳定 并且订阅会员数量呢 也见顶啊 有这个下滑的趋势 所以必须找到个新的突破口 那现在这个长短合作 就成了这么一个 关键点啊 所以呢 这个所谓二创啊 就是说 也是啊 让这个长视频啊 进行转向自身盈利的 一个表现 过去啊 各个视频平台呢 为了吸引用户的 投入了过高的成本啊 就是很沉的这个资产 购买版权 使得这个视频平台呢 始终处于亏损 呃 随着你这个用户增长放缓啊 呃 追求用户规模啊 这个路子已经 可以说走不通了啊 到目前为止呢 通过合作的这种分成方式 哎 你购买版权之后呢 让短视频平台剪辑的时候 再给你带来一个二次的分成 目前看起来呢 呃 是一个不错的买卖啊 所以现在呢 呃 就差优酷了 现在这个爱奇艺搜狐和腾讯 都和抖音开展合作了 呃 并且呢 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资源交换 呃 中国这个 其实这个剪辑啊 它并不是以一个方向的输出 比如说最火的电视剧 呃 在短视频平台进行剪辑 那肯定是给短视频的这么一个 引流也好啊 或者一个增效 那当然一些老的电视剧啊 多少年没看的 甚至差了几代的电视剧 如果到短视频平台一间剪火了 他会反哺 是吧 这个原来这些老片啊 你像这个过去的一些老的 像武林外传是吧 哎 增加了这个短视频剪辑之后呢 又获得了一些好的这个回馈啊 所以呢 呃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啊 当然了 在内容平台上啊 存在一个所谓同路不同命的这么个情况 呃 这次腾讯和爱奇艺的合作呢 呃 很多人会担心啊 会对快手和B站带来冲击 他知道B站的最近出现了 所谓的啊 呃 一定规模的这个大账号的停工啊 如果抖音拿到了和腾讯的这么一个合作 他和主要的长视频平台都形成合作 而快手和B站没有这个 那对这两家的压力就很大 不过从这个发展来看啊 呃 随着这个 就是抖音和其他视频平台这种合作模式的这个成熟啊 快手将来也可能会和这些平台啊 形成合作 但是B站呢 就是一个例外了 B站是一个动画动漫 这么起家的这个 这个平台 他自创性的很多东西也很多 也有很多搬运的 呃 那么他在生活和游戏这一类里边呢 是领先的 但是在 呃 刚才我们说的影视二创啊 占比不大 也有不少的号啊 他不是B站的主要的这个流量来源 所以呢 B站可能受的影响小一些 我觉得主要快手啊 可能受的影响大 所以总的来说呀 呃 腾讯和抖音的这个合作呢 就标志着 呃 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出租大战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网约车大战结束一样 这个长短视频握手言和呀 双方的起码就是在版权成本上 在这个打官司的成本上会降了很多 呃 你目前来说呢 没有好的办法 长视频的会员封顶 是吧 短视频呢 这个也是素材 呃 也是这个捉金剑手的时候啊 双方一合作 呃 可能将来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新的爆发的热点 所以 当然这个影视二创啊 其实在 我们说短视频平台上 占的比例也不是太高 也不要指望啊 长短一合作 对抖音能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起码呢 可以解除了抖音的版权的困扰 是吧 呃 将来呢 哎 向这些更多的这个长短的大厂互换资源 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环保啊 是吧 你去买版权的钱 啊 那些钱 其实也是有碳的 是吧 那好的 关于呃 腾讯和抖音达成合作的情况呢 和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